8月8日 侠盗联盟举行共用礼 导演冯德伦 邪淑琪 张静珠 杨佑宁 沙益等一众主创 请离现场 与各位观众分享台前幕后的拍摄趣事 其实跟华哥合作就是感觉很熟悉嘛 就是然后对我来说就是很很熟悉 他是从一出生开始就看华哥的趣事 你知道我在后期的时候要剪掉那种诗文 那种生意的吗 真的 我要把那些剪掉 因为太过了 太入戏了 是吗 众所周知 电影《侠盗联盟》 是冯德伦 舒奇的定情之作 二人在电影拍摄期间传出昏迅 这部电影像是冯德伦和舒奇 两人爱情的结晶 众主创们更是在一旁打趣道 好 早生贵子 呵呵 美美 其实早前排摄《健忘村》时 舒奇与杨佑宁就开始变得熟悉起来 这次侠盗联盟 两个人自然是默契度满分 杨佑宁甚至还向在场观众控诉 舒奇又不好意思在电影里面表达 他对我的爱慕 但是我觉得现场的朋友们是看过的嘛 对不对 对嘛 看得出来他对我的那个爱 其实是很深的嘛 发自内心的嘛 刚刚最后那一幕没有发自内心嘛 他的那一份爱 这讲都是友好了 谈及拍摄《侠盗联盟》给自己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时 冯德伦表示 可能因为拍这部戏是我之前拍美剧回来就打这部戏吧 但所以这个得到的经验 就是他们一些外国的拍摄的一些那个system嘛 那个系统 系统 他们怎么弄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在安排那个每一个镜头的设计 可能是不是说前期的时候 可能那个摄影师早一点入主啊 分配那个所有的工作 所以演员们可能拍的时候就比较轻松 一来的就拍 拍完就可以回去休息 肥肥娱乐 北京报道